好真的把賴清德當大哥的這幾位 看到現在呢都出事了嗎 好這是首先來看到 這是民進黨的立委林怡錦國會辦公室 傳出遭到搜索 那麼台北地檢所證實 針對了這個立委疑似助理費涉及部法 今天來到辦公室來搜索 那至於詳細的情況 還有待進一步來釐清好林怡錦的部分 現在涉入疑似助理費涉及部法 過去呢2017年在基層農會選舉慘敗 曾經在中常會就向蔡英文來指控 高層對立放話怪罪新潮流 好到這一回可以看到現在呢 在今天早上出現這樣狀況 那麼另外還有來看到這兩位 好先來看到在昨天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是交通部長李孟燕被爆出了 跟陸配發生了長達十年的婚外情 在這個部分呢 本人是火速的請辭 行政院也拍板並且指派了交通部的 政務次長陳業博來代理部長 那你可以看到 這可以說是民選後最短命的交通部長 好上任才92天的時間 那麼也因為呢 他是這個賴清德的子弟兵 還有另一位來看到就是陳宗燕 好陳宗燕呢 他是前行政院的發言人 更短命只有18天就被爆出了接受性招待 因此慶慈樂行政發言人一直兩個人都是賴清德 子弟兵現在是不是又出現了內鬥的疑雲呢 而又包含了像是這個林依錦的部分 那現在宜蘭縣黨部主委陳婉惠就直言說 現在在李孟燕的風波不會因為這樣下台就結束 很多事情才要開始 好是從內部慢慢慢慢的丟出來 現在看到各個派系對賴清德並不是絕對的認同 陳宗燕的案子還在查 李孟燕的風波也不會下台就結束 所以現在還有很多東西會被丟出來 那麼在地在台南待了好久時間的憲文切 他就說了賴清德嫡系台南時期左右手 現在雙雙折損 台南幫接連出事 好現在呢剩下的人馬成了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交通部長玄缺沒有拿捏好 恐怕讓派系鬥得更兇 最難看的就是管不住下面的下面 好所以可以看到一一都被爆出來了 那麼另外時視頻的楊明哥就說了 在華府水月近十年沒有交易紀錄 好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李孟燕 他跟他有傳出婚外情的這名女子 那麼也被爆料 說他住的就是遠東航空前董事長 張剛為旗下的建設華府水月社區 那麼他就表示經過調查了這十年來 近十年是沒有交易紀錄的 這說明房子可能沒有過戶 那李孟燕是不是被招待呢 或者寄生在別人的戶口下 是否因為這樣一層關係才可能金屋藏郊 可見這個背後的故事恐怕蠻多的 還有更多的狀況 好台南幫連環報又出事 李孟燕生日前四天現在遭到搜索 那麼整個案件跟助理費有關 他本人目前在台南地檢署 接受檢調委員的調查詢問 他的委任律師麥偉稍早也到南檢 協助來製作筆錄 但是面對詢問呢 是沒有多做回應 不好意思 全是來幫委員 所以委員現在是在地檢署嗎 有說是什麼案子嗎 好 看到民營能力委 林一錦位在立法院的國會辦公室 上午是遭到檢調人來搜索 引爆了大家的關注 那麼對此林一錦稍早也在臉書上來發文 表示他會以身作責 配合司法調查釐清案情 清白太廉價 大家都會講日後任證據來說話 也說呢 司法會來 終於會來證明他的坦蕩 這是看到林一錦的一個最新的發明 這個發文 那麼可以看到 現在在這個林一錦的部分 他是民營黨的賴系子弟兵 那麼今天遭到搜索 突然遭到台南地檢署來搜索 傳聞就是因為助理費 很可能跟標案有關 那麼同黨的立委鍾日雄被問到 是不是知道這樣的事情 他也笑說記者會不會是檢調 搞錯樓層 你已經是幾樓 這個會不會檢調把樓層搞錯了 七樓八樓 這個民眾黨民進黨 這個七樓跟八樓差一個字 民眾黨民進黨又差一個字 這麻煩 所以沒有這方面的訊息 前江部長李孟彥遭到網路爆料 婚外情閃辭 現在在民運黨內的派系鬥爭傳四起特別好 因為這個李孟彥 他算是總賴清德的人馬 對此立委謝文傑認為說 賴清德管不住下面的下面 領導力飽受質疑 現在又出現在今天最新的 一切立委林怡錦疑是助理費案被搜索 國民黨立委林英修也分析 這可能不是偶然論的鬥爭 看得出來是刀刀劍骨 從前天的李孟彥案 到今天林怡錦辦公室遭到吳玉錦的搜索 顯然並非巧合 民進黨內的派系鬥爭是刀刀劍骨 一刀斃命 而且顯然是有謀略有步驟的 就是要讓從一年前沒有學到陳忠燕事件教訓的賴清德 盲刺在背 寢食不安 賴清德處處充滿權力的危機感 急於成為共主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從2020年初挑戰蔡英文 黃成國事件 鄭文燦事件 包括賴清德政治暴走的性格是展露無遺 這次賴清德是不是會俯首稱臣 還是會引發更多的派系廝殺 恐怕是民進黨內最熱門的話題 不管是交通部部長的這個爆料 或者是相關的案件 我想第一是莫要人不知除非吉莫為 就是說自己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但第二個部分確實在這一個時段裡面 政壇動盪 那我們還是呼籲不管是中榮太院長 或者是賴清德總統賴清德當主席 也應該要展現領導統一的能力 畢竟如果說有讓外界認為說這個是民進黨內部的派系鬥爭 我想這絕對對於國家整體政壇發展絕對不是好事 今天上午台南地檢署是率對吳玉錦的北上搜索民黨六位 李英錦的立運辦公室 疑似就跟助理販案有關 而對此台南市院聯邦就表示說台南幫從陳宗燕到李孟燕接連出事 而現在李英錦也被檢調來搜索要賴清德總統拿出當台南市長的道德 有標準 針對林怡錦助理會今天臺南跟臺北招搜索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在之前很早以前就已經都聽說過 那為何到今天才辦再險權不辦 拖到今天才要辦 這個也讓他一出事的時候就好多人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檢察單位已經開始偵辦了 但是是不是說只偵辦助理會的問題 我想這個我也不清楚 要由就是進一步的人家檢調 或者是檢察官調查完才可以知道說 釐清到底他是什麼原因是助理會是多久以前的 是現在的還是以前是那個議員的時代 這個可能要由檢察單位這邊來做回應吧 台南幫一直出事情 從陳宗燕到李孟燕 然後現在又林怡錦 陳宗燕你有結婚的人 那李孟燕你有結婚的人 林怡錦你雖然沒有結婚 但是你接入人家 那個隨乎的事件當小三 這一些人都是你賴清德總統 你的親 等於是你重要的人士 那說實在我在這裡呼籲那個賴總統 那你道德標準是一個很高的人 你應該拿出道德標準 不要讓這些 支持你的這一些民眾 對你們民進黨完全的失望 因為你們這些人 針對性的方面 包括貪污的部分 你們完全都沒有道德標準存在 好 你看到立委領警的國會辦公室 今天上午遭到檢調搜索 立法院長韓國瑜對此做出回應 說確實有收到警方的通知 而另外在接近安德烈慈善協會時 也透露在擔任公共市長期間 發現許多的孩童 他們擔心放假有營養午餐吃的問題 會不會擔心 小心 小心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市長 今天早上有接到公職 所以檢調進來 好 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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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原本部有發表聲明 好 謝謝啊 好 安德烈雷用食物銀行叫做一個計劃 幫助弱勢出去 我以前跟高雄市長面對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教育局長跟我報告 很多小孩子很怕放寒暑假 也很怕禮拜六跟禮拜天 因為沒有營養午餐可以吃 哎呦 我都聽得到 心裡好難過 有的 居然營養午餐吃感吃一半 還把一半當一下 我覺得一口飯吃 一本書讀一個快樂的童年 是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有 而韓國瑜在致辭後 也隨即跟安德烈協會的理事長 羅少口以及其他成員合影 他表示自己不以身為政治人物感到驕傲 也時常警惕自己 要多關心弱勢 韓國病盛讚 正因為有這些慈善團體的幫忙 才能夠照顧到社會上的死角 也彌補政府力量不夠的地方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